新巴带货翻车这个事儿已经吵了一段时间了,最近终于有了一个结果,新巴团队承认可能是他们选品不慎,也可能是被厂家欺骗,他们带货的这个燕窝产品实际上是燕窝味的糖水。 因此新巴团队负起责任来,不单给每一个消费者退款,而且退一赔三,这一通操作下来,新巴团队将付出超过六千万人民币,这绝对是直播带货以来最大的一笔赔款。 新巴团队能这样做?一方面,说明人家有社会责任感,知道不能欺骗自己的粉丝。 另一方面,我们也绝对了解,新巴团队的产值绝不值几千万人民币这么点,人家未来瞄准的是上百亿上千亿的市场,所以不能因小事大,既然犯错了,就赶快做出道歉,及时止损。 这也是一场很好的公关,让新巴的粉丝们知道,自己的主播还是很爱护他的家人们的,一旦犯了错,不但家人们能够得到赔偿,而且赔偿的数额是绝对让大家满意的,这个事情算是过去了。 然而,留给我们的思考,确实很深刻的。 今年这一年,最火的经济业态,绝对就是直播带货了。 打开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,小视频平台,随时随地啊,我们都能看到有人在直播。 以往嘛,直播的时候,可能是个漂亮的小姑娘,有几分颜值,有几分才艺,跟你唱点歌,让各路大哥给你一路打赏。 而今天,大家直播的目的,就是卖货。 似乎所有的短视频从业者,不管你是讲文化的,还是讲历史的,不管你是做剧情的,还是搞演绎的,大家都找到了同一条变现的道路,那就是直播带货。 然而,经由辛巴这个事,我们真得提醒一路网红了,直播带货,它不是个简单的事。 以往我们的经济业态是这样的,一个大公司生产了一款新产品,人家要打广告,打广告最好的方式呢,就是请演艺明星代言。 因为演艺明星的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代言了一款产品,无论如何,我们是要去试一试的。 这是一种同履心。 所以,以往在各种屏幕上,我们能看到很多演艺明星的代言。 这似乎跟今天的网红直播带货有异曲同工之妙,然而不太一样。 为什么? 以往请得起演艺明星做广告的公司,几乎规模都不会太小。 因为请一次明星打一次广告是花很多钱的。 而对于明星来讲,虽然相关法律规定,你要给某个企业某个产品做代言,你好歹得了解,这个企业是个正规企业,在工商注册,照章纳税。 对,这个产品啊,好歹是个正规产品,起码有这个生产销售的许可证明。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,我们每一个看明星广告的消费者都知道,他甭管给什么产品代言,明星本身不可能是生产者。 不是说我给洗发水代言的明星,我就知道洗发水怎么调配,我给减肥药代言的明星,我就知道这个减肥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。 我们对于明星的基本要求是,好歹你代言的产品你用过,而且至少在你使用的时候呢,你感觉这个产品还不错,所以你把它推荐给消费者。 那么以往,一旦明星代言的产品出现了问题,怎么办? 其实我们板子也是很难打到明星身上的,顶天的就是让这个明星把他的代言费吐出来也就罢了。 就像有些明星说的那样,企业是正规企业,工商核准他注册了,产品是正规产品,人家有各种各样的生产流通许可证啊。 那么我作为一个明星,我就拿了一些代言费,我怎么可能对这个企业做详尽的调查呢? 所以当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,我们顶多只能谴责啊,这个明星啊,接代言接得不慎重。 很少有消费者会让这个明星来直接赔偿,而直播带货还真不是这样啊。 各种网红不单是在做产品的推荐,你也是在直接销售啊,我们是在你的直播间花钱买的这个产品。 虽然有的人可能说,哎,你在我的直播间,你这个钱没有打给我啊,我可能让你把这个钱直接打给厂家了,厂家给你发货。 但别忘了,你的那个直播窗口,它不就是个店铺吗?我是在你店铺买的东西,你已经从普通的代言人转化成销售者了。 所以,以往明星代言的时候,出事了,人家可以说,我把我代言费退出了。 而今天,当我们在各路网红的直播间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时候,第一责任人,那就是主播本身。 你不单有可能要把各路代言费退回来,而且你真的得像辛巴这样,退一赔三。 这就给很多主播提了一个醒,有的主播那真是一场直播下来,卖二三十种,三四十种产品。 说实话,这里面任何一种产品出现了问题,我们消费者首先要找的就是你本人。 所以,虽然直播带货是个巨大的风口,但是这对于主播团队来讲,要求也是很高的。 辛巴那么成熟的团队都会出现选品的失误,何况你呢? 我们更有很多小主播,其实根本就没有选品团队, 他们就是直接在产品库中选择人家商家上架的产品,可能这个产品自己都没用过,就敢推给消费者。 这对你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呀,主播有风险。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,又何尝没有风险? 这么些年来,网购在我国的发达,让我们很多老百姓对网购是无比信任的。 这要说真是一个奇迹,按说咱们这个社会上坑蒙拐骗的事情非常多。 以前我们就流传一句话嘛,无伤不肩。 对于很多老百姓而言,曾几何时我们到实体店买东西的时候,都担心买到假冒伪劣产品。 然而,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对于网购非常信任了呢? 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,网购提供的是跟传统实体店完全不同的一套思路。 因为知道买卖双方见不了面,所以阿里引入了支付宝的概念。 哎,买家你先把钱放到我这个支付宝里面,卖家发货,发了货确认无误了,我阿里再把支付宝里的钱打给卖家。 我在中间作为一个保证人的角色,让买卖双方都安心。 此外又引入了评价机制,今天每一个网上的卖家都非常担心出现差评,甚至出现中评都不太好。 所以在传统的网上市场买东西的时候,相对而言被坑被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。 而过去十几年,网购的发达让相当一批消费者非常的信赖网上购物。 甚至有人说,哎,我到实体店买东西,我怕被骗,我在网上我从来不怕。 为什么?网上那还有七天无理由退货呢? 你寄给我一个东西,我绝对不满意,我随时随地可以推走,有运费闲,我连运费都不要花。 可以说,广大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,是互联网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石。 这也给了很多后来者机会啊。 今天我们在某个直播平台上,主播着力的推荐一件货品, 你要去买的时候,很多是不走这个支付宝体系的, 很多是让你先交钱,人家才发货的。 这个事如果倒退二十年前,这个生意简直是没法做。 我跟你面都没见过,我怎么敢先把钱给你,然后我等你发货。 你如果不发货怎么办?你发的货不好怎么办? 然而,过去二十年我们对于互联网经济的信任, 让这个生意做起来无比容易了。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,根本脑中就没有这个闲儿了, 说网上销售还有可能骗你。 但是,我们真的不希望很多直播业的从业者, 伤害了消费者的这个信任。 现在已经爆出有这样的黑心经营者了, 他收了你的钱,不发货。 或者你收到的一个产品,严重的名不符时, 你想要退货是非常困难的。 对于辛巴这样的头部主播来讲, 那自然现在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 然而,我们还有大量的尾部主播,腰部主播, 如果在他们的直播间买了东西, 难免未来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。 而且,我们还得考虑到主播自己的承受能力。 辛巴团队这次赔6000万, 对于人家来讲,那就是某某雨而已。 可是,对于那些实力不那么强的主播呢? 如果他自己选品不慎, 被供货厂家欺骗了, 他把东西卖给了广大消费者, 当消费者发现这个产品有问题的时候, 厂家已经消失了。 主播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找厂家追讨, 而自己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赔偿消费者。 那么未来绝对会一地鸡毛的。 所以,我们真得提醒广大消费者。 虽然我们对互联网经济是非常信任的, 但是,这不代表你的每一笔支出都有保障。 对于很多视频从业者来讲, 今年,大家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变现之路。 毕竟,有那么多头部主播, 人家赚了那么多的钱。 一场直播下来, 人家的销售人几个亿。 罗永浩就靠直播, 竟然把六个亿的欠款都还了。 更别提什么新巴亚, 薇亚呀, 人家简直是直播行业神一般的存在。 所以,很多做视频的人心中有个小心思, 我视频做的不比他们差呀, 我的粉丝也很多呀, 甚至我的颜值不比这俩人低呀, 凭什么他们能做到, 我做不到。 既然他们能做到, 那我也一定能做到啊。 于是,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主播在今年涌入到了直播销售的行业中去。 似乎在今年, 你不开直播不卖点货, 你都称不上短视频的从业者。 然而, 直播带货那也绝对是个一将功成万古枯的行业。 据相关调查分析, 直播带货业是一个绝对向头部集中的行业。 可能人家业内大咖一个直播下来能卖一个亿, 你一场直播下来一件产品都卖不出去。 有时候我真的都替很多主播捏把汗啊, 我曾经去到过很多个直播间, 主播在卖力的表演, 结果一看, 进来的人数才十一二个人。 有时候我想啊, 你直播几个小时下来, 龙共还不到一百个人看, 你能卖掉几件产品啊? 而且消费者也不是傻子, 你这个直播间就十几个人看, 你怎么能有规模效益啊? 你卖产品给我, 你还要赚钱, 你是个二道贩子, 那么我何必要在你这里买呢? 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, 我们打开一款视频软件, 我是想来放松的, 我是想来找乐子的, 或者说我是想来学到什么东西的, 所以短视频平台也好, 小视频平台也好, 各路视频创作者凭着自己的心血能力, 创作出各种各样, 让我们赏心悦目的视频, 这个我们是愿意看的, 可是你发了几个视频之后, 你就开始直播卖货了, 你卖一些我在任何其他平台都能买到的东西, 时间久了, 那我还来你这个视频平台干什么? 我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娱乐场所吗? 照理拍案, 本回书着落在此,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